欢迎收看李肃挑战周孝正 我是李肃 我是周孝正 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别整理了回顾党史100年100句名言 我今天要和周孝正教授把其中的一些名言拿出来说一说 周教授你好 好 你好 这100句名言里有好多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句子 因为在文革那个疯狂的那个年代 这些话常常是人们需要背诵的话 比中国人背诵 唐诗 诵词 还要普遍 还要熟悉 这100句名言中的第一句是毛泽东的话 他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周教授 毛泽东呢 这句话呢 是在1938年就说了的这话 这个问题就1938年提了 中国共产党解决好这个问题了吗 这句话我认为从根上就是错 为什么叫革命 你像我们社会学就是主张改良 反对革命 用一个老人的话叫告别革命 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文革说他从开始他就是错 说革命的首要问题 为什么要革命 而且我们要告别革命 前两天这不是五四 五四运动吗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开始 就是一错再错 五四运动有他合理的一面 他也有他抱的一面 比如他火烧赵家楼 他把人一个外交官的家 在北京 他给人点火给人烧了 所以这些五四的 参加五四的这些青年吧 实际上他们这种行为 就是暴恐行为 你凭什么烧上去家呀 对不对 这不就是现在叫全球有一个 有一个方向叫反恐吗 反对恐怖主义吗 对对 你想你把人一个平民的家 你给人烧了 你这什么行为呀 你动不着就五四 五四你们就不反思反思啊 比如革命 你拼什么革命啊你 所以我们就说告别革命 或者叫我们主张改良 这个革命就是片面的浅薄的 而且是无知的 应不应该革命 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我们索性把它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吧 其实毛泽东的话是说 他们的事业 在他们实现事业的这个道路上边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这是一个首要问题 就是说找好朋友 找好就瞄准敌人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解决好吗 跟上就错 他不可能解决好 他的敌人都在党内的 叫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所以你说的这些话 他也不是什么名言 他就是官方语言 或者叫官话 再往下说就是官话 套话 再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屁话 什么名言呢 什么敌人呢 哪是敌人呢 敌人就是他 就是他自己 你想一想 所以他抓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已经给否了 所以我就说 我们十七大 总书记胡锦涛有一段话 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错误的理论和事件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一百年不中摇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中摇 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道路 或者叫持久的发展 或者叫永续的发展 发展是个好词 但是发展主义就是个坏词 所以我们要发展 但是我们不要发展主义 所以后来就改了 改了可持续 可持续是个并剧 持续就是不间断 干嘛可持续 刚才你说了 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实际上都是在他党内的 那好 他的朋友在哪呢 没有朋友 共产党是搞革命 今天打倒一批 明天打倒一批 他哪来的朋友 在国际上呢 国际上他有朋友吗 国际上原来有 原来他也不是朋友 他在一边倒 倒到了所谓的苏联 叫苏联的今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 他有一句话 叫十月革命 现在大家都明白 十月那是反革命 他跟苏联也闹掰了 是啊 他绝对要掰 他早晚他要掰啊 你看他这种斗争的逻辑 叫七斗八斗 就斗出了一个共产主义 斗出什么来了 他今天斗这个 明天斗那个 所以那个当时 后来学会有一句话 说中国就像一个 好斗的攻击 这句话我同意周教授说的 其实他七斗八斗 他在国际上 今天一边倒 倒到苏联那边 明天就掰了 再明天跟美国联盟 去搞这个苏联 跟美国现在也快掰了 他跟这个国共 共产党跟国民党 搞这个所谓的统一战线 最后也是掰了 当然他开始搞统一战线 他也没有真心去搞 那么他在党内 自己的同志 七斗八斗 打的是七零八落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是非常的残酷无情 也是大家 也是举世闻名的 这种残酷的这个程度 他把最高的 最高的这些总书记 第二把手也都给斗倒了 都死了 非常的残酷 所以他真正的 所谓的朋友和敌人 他有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不管是他们党内 还是在外部 他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他谈不到解决好 他是一个基础思维有毛病 就是糊涂 或者说叫不知数 你不是说 前两年 前三年 我们的一把手就讲过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 跟美国搞好关系 没有一条搞坏 现在你再看看 也就是两三年 那一千条理由 一条都没了 邓小平那句话也说对 我们叫党的基本路线 至少要管一百年 完了他又说 香港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你说这些家伙他实数吗 他五十年到现在 他二十多年他就变了 一百年不得了 他也不提了 千条理由 一条都没了 简单说就是个基础 知识有漏洞 思维混乱 什么叫官 什么叫什么名言 就是官话 套话 一百句话里边吧 咱们别说名言了 说名言刺激朱教授 咱说一百句话 这一百句话的第一句 刚才我们说了 第二句 毛泽东说的 毛泽东1927年 1927年是国共掰了 打起来了 第一次这个国共合作破裂了 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句话仍然今天拿出来 而且是高居排名榜上的第二位 可见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这句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周教授 当今世界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当年这句话 这句话 这个按照共产党的文化 或者叫共产党的语言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在一百多年以前 共产党宣言里就有一句话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现在它徘徊到我们中国 它也不走了 为什么呢 前一两年 人家老大就说了 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 因为共产党宣言我们早就学过 但有一段时间我不学了 也不说了 现在不又冲心了吗 所以它是个幽灵 幽灵就是鬼魂吧 而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名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 掩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就是用一切的暴力的手段 来推翻人类的一切现存的制度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它在西安安里出政权 它就是这共产党宣言的 这个名言呢 就是不得手段 什么手段 暴力 枪赶紧出政权 就是它迷信暴力 这个是共产党的最基础的原则之一 对 它跟人的文明是背道尺 文明就是得择手段 你怎么能不择手段呢 而且你这个不择手段 你也择手段了 你择的手段就是暴力 就反文明嘛 反人类 但是实际上共产党自己也都说 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大趋势 他也这么说了 这个他也没有说这个暴力 但是现在呢又把这暴力拿到就拿出来了 所以当时那个朋友有句话 我们叫和平发展两大主题 最后又添了两字叫和平发展合作 那么老大也说过 叫命运共同体 包括台湾 叫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统一台湾 没有时间表 现在不是要武统台湾吗 原来叫叫绝不搞俱飞竞赛 现在是全面搞俱飞竞赛 这都是他的本质 而这人家公开宣布已经说了多少年了吗 你想想 至少150年以上 160年 160年 160年了 就是要用暴力吗 他现在为什么他扩军备战呢 这个初衷没变 这个初心也没变 对他自己说的吗 他的初心 他的初心就是这意思吗 我们就用一切暴力的手段 来推翻人类的一切现存的制度 现存什么制度 文明制度 对不对 反文明嘛 反人类 这就是 现在说就是用一句话 就是反动派 用我们中 用我们年轻时候那句话 就是反动派 你想他就 他就鼓吹十月革命 实际上十月革命 就是俄罗斯的十月革命 那是十月暴力 或者那叫反革命 二月 人家俄罗斯是二月 这也是革命 他们来了个十月 他们就来了个反 我们就拿这个十月革命 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哪来的炮响啊 诈骗吗 一百句话 第五句 这也是够高的 毛泽东说了 说你对于某个问题 没有调查 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这个当年呢 中国人都知道 叫做所谓的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实际上是出处是在这个地方 同时还有第十句 跟这个有联系的 第十句也是有关于调查的问题 他说 毛泽东说的啊 你要知道离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离子 亲口吃一吃 周教授 毛泽东的这两句话 说的都是说 要去调查 你才能知道这个问题的原委 你才有发言权 那么毛泽东的这番话 和中国共产党 这么多年的实践 是一致的吗 正面的理解 调查是对的 但关键是调查的结果 他不公布 你比如说武汉的这个新冠状 他也去调查去了 那调查结果在哪里了 最近第七次人口普查 他就好像 他隔了好长时间也不公布 再加上他公布是假的 而且他公布以后 他不许你质疑 所以说这句话 正面理解是对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调查了以后 他不给你公布 而且他不让你表达 比如说要想吃的离子 就得吃一口离子 其实这句话也是对的 但是你再往下走 他吃的离子 离子多了 离子味也不一样 你以为你一时你吃一口离子 你就知道离子的味道 你一整只你吃这个离子 那个品种什么味道 是 是偏甜呢 还是偏酸呢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表面上看是对的 但是细究 一派胡言 这个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周教授讲的是对 他们进行了调查 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 但是他不说出来 他甚至把假的结论告诉你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这个所谓的调查 这个离子谁去吃 它是有限制的 他说我去调查是可以的 但是你去调查不行 你去调查真相 你去吃那个离 那不行 你不能吃 你也不能调查 你要去吃 你要去调查 是有问题的 我要办你 我要法办你 因为这个调查的权利 吃离子的这个权利 是在我们这儿 这个尽管不是毛泽东所说的 但是是他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做的 就是说这个调查不能你去调查 这个吃离子也不能你去吃 我们来吃 我们吃完了以后 告诉你什么结果 就是什么结果 那告诉的结果呢 正像周教授所说的 往往是假的 往往是错的 甚至他不告诉你 包括大饥荒 他也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 但他不告诉你 他说死了没有那么多人 他说这原因不是人祸 是天灾 他也调查了 但是他把真相给掩盖住了 所以这个两方面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真正的践行 毛泽东所说的这两句话 周教授你是不是也这么看呢 对 你像咱们前两天做节目就说了吗 一个叫充满谎言 一个叫资讯都不准确 你不是说现在你得了武汉这新冠状了 有好多病人呢 有一种病症状 就是失味 就失去味道 就算你是一个失去味道的人 你吃什么也没有味儿啊 你说你吃了梨子 对不对 你首先那梨的味儿你就不知道 因为你是一种病嘛 还有就是你不让人说 比如我吃的梨子是甜的 他不让你说 为什么 因为他吃完了之后 他是苦的 或者说他没有味道了 他就得让你说谎话 所以说人最基本的就是表达吗 所以你有眼睛可以看 你有耳朵可以听 你有嘴你可以吃喝 你可以表达 他就是侵犯了人类的最基本的 人的基本权利 他不让你看 他不让你听 他也不让你说 他不让你表达 这不回事吗 你要表面你一听 这说的不错呀 你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 你得变个它 简单说你吃一口啊 其实你再往下一想 这不就是结教吗 如果你说你要有点智力 你再深入的一研究 你让我吃梨子了 我说的跟你不一样 那么你就把我给灭了 你想连个表达权他都没有 比如说封微信 他商号封贴 刺空见惯呀 所以现在大陆的人 据说是13.7的亿 有几个敢说实话的 对不对 说实话他就恋你 他欺负你 吓得都恐惧 他都不敢说实话 有几个不怕 我都说了 比如说任大炮说一句实话 怎么样 18年有些投行 我们几个老哥们也说了 说了之后控制出境 包括蔡霞 人家也说一句实话呢 只不过说的不太好听 但是不太好听也是实话呀 开出党籍 对不对 工资不给 存款给你纵结 他整你 所以中国普遍的恐惧 这两句话 或者说这一百句话 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 也没见解 官话套话嘛 下面一句话 刚才周教授说了反动派这个问题 下面涉及到反动派了 第16句 还是毛泽东说的 毛泽东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指老虎 那么这个反动派指的是谁 反动派真的都是指老虎吗 反动派指的就是反文明 这个违反所谓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比如说他不让你说 控制言论自由 这就是反动派 但是反动派他说都是指老虎 但是你注意他不是指猫 对不对 他说那个老虎老虎他会吓唬你 而他指老虎 他坐的跟老虎差不多 而且挺大 只不过他是指胡子 他为了吓唬你 为了恐惧 周教授毛泽东当年所说的 或者共产党今天所说的反动派 他指的是谁 他那反动派用原意来讲 就是反文明 反人类 反对进步的潮流 所以叫反动 他的前因 或者说他的对立面 就是进步 他反着反着动 其实他这句话本来也不对 因为两千多年以前 他一营就有一句话 叫反者倒置动也 你举个例子 像我们小学老师就说 说你看这个飞机原来是螺旋桨了 后来改成喷进式飞机 说喷进式飞机什么意思呢 他往后喷 他这飞机往前走 特别是火箭 火箭往下喷 它这火箭往上升 所以叫反者倒置动也 而且我们到了初二学物理 叫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而且还得是大小是一样的 方向是相反的 他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些家伙 简单说就是基础 知有漏洞 说出话来 你表面看 他说这话 还是对的 但是你要再往深里一看 整个就是无知嘛 实际上这个毛泽东呢 把这个反动派其实当年叫所谓的国民党反动派 美帝国主义 当然是帝国主义 是最大的反动派 后来苏联也成了最大的反动派 国际上一切 跟中国共产党对着干的 跟中国当时对着干的 都叫反动派 这个反鼠反对自己的 那就是反动派 但是所谓的纸老虎 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是这么一说 我不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真正的所谓的那些纸老虎 其实都是真老虎 哪里是纸老虎啊 是美国是纸老虎啊 还是苏联是纸老虎啊 还是当今的 北约 当今的美国 当今的日本是纸老虎 我看没有一只是纸老虎 全都是真老虎 都是力量强大的 周教授你怎么看 纸老虎这个说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骗人 他跟上见人吗 你想你不是说了吗 现在他是一大一百年 他把这一大一百年 他愣着就说成是 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我一再跟他们说 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一年 他把这诞生和这满月 他给告混 你20年 共产党就诞生了 或者叫成立了 他过满月或者过周岁 他把这满月跟周岁 跟这诞生 他给你混 要不怎么说 他吃了老子骗人呢 为什么那谁就说吗 充满了谎言吗 充满谎言到什么程度 到不识数的程度了 第二十九句 这句话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毛泽东说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句话我听着没有问题啊 挺好的 关键的问题是 毛泽东 有没有践行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中国共产党 有没有实现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周教授 对 他马上就有一句话 他说的是百花 但是他不包括毒草 他没说百毒草 这个 这齐放 他叫百花 在说你是花 但是他说你不是花 你是毒草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话 实际上百花 或者说花草都可以 有毒的花也有 有毒的草也有 实际上都应该 这个说这百花 这就骗人家了 但是他就马上有一个潜在词 你不是花 你是毒草 当年呢 大家开了这么句玩笑 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一家作主 尽管你前面有这个东西 最后是一家作主 其他的花呢 你都得朝这个花来开 其他的家呢 都得顺着这一家 所以这所谓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根本就是个幌子 从来没有实践过 从来没有践行过 今天也是如此 不要说百花了 第二个花 第二家去争鸣 都不可以 马上就会压制掉 周教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当然了 百花齐放 咱要这么的理解来讲 一把手 比如说习近平 他一花独放 就是他一人独放 二把手 李克强 边缘化 对对 前两天 人家温家宝当过实林总理 人家在清明节写他妈的一个 悼念他母亲 他不是也给封杀了吗 你讲 哪来的百花呀 二把手 三把手 我都给你封杀你 所以我 当然我就说了嘛 江泽民 人家现在还活着呢 但是你能听见江泽民说话吗 你等他过几天 不是过一段时间 你比如说 这个习近平去世了 他的话也给他封杀 你想得到 哪来的百花齐放 而且百花齐放 他就是耍赖 他说你不是花 你是毒草 他说废除领导 干部终身制 他给你非法修宪 反对个人迷信 现在他吃了裸 他就是个人迷信呢 他不光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说一句话 他紧接着就有一个 就叫耍赖嘛 那为什么我就说八无呢 接下去这个话 是邓小平的话了 这毛泽东的话 咱们评完了 咱评评邓小平的话 邓小平这话也是中国人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听到过的 这是第三十五句 他不是说重要性的第三十五 他是先排了毛泽东的话 再排邓小平的话 邓小平说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是邓小平这个讲的 那么第三十八句 有关系的 他说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我觉得这两句话呢 其实是互相坚持有矛盾的 既然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那为什么还专门要走这个一条路 就是专门走自己的路 要走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 外边的路 别人的路也可以走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不可以走 但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甚至是资本主义道路 只要能抓住老鼠不就是好路吗 也可以走啊 所以这两句话应该是有矛盾的 周教授你怎么看 对本来这个不管黑猫白猫 得捞就是好猫 这句话就是毛总给人篡改了 当时呢老百姓有一句话 不敢这个黄猫黑猫黄猫得捞就是好猫 后来这句话呢是刘伯承 当然有个叫刘邓大军 刘邓大军的一把手就是刘伯承元帅 他比毛总大一岁 毛总行1893年 刘伯承是1892年 而且刘伯承是个职业军人 他上军校毕业的 他不是黄埔军校哪届哪届毕业生 比如林彪 他是黄埔军校的第四届毕业生 而刘伯承 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 他是老师 所以刘伯承呢是刘邓大军 刘伯承也愿意用这句老百姓话 叫不管黑猫 这个黄猫 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毛总给改了 篡改人家 为什么 因为黑白它有政治含义 那时候有叫又红又专 还有一个对应的词叫白专 这句话就是毛总给人栽赃 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赞岳伯承说的 邓伯承也是 你要说他说的 他也是跟刘伯承应该说耳濡目染 而刘伯承演的这句话 就是不管黑猫黄猫 老实就是好猫 他把这黑白 他给赋予政治含义 非常狡诈 非常阴险 但是恰恰现在 他这句话呢 他是拿出来 中国共产党把它拿出来 放在邓小平的身上 邓小平也的确这样讲过 因为是有证据可查的 就是这在文革制系统上就讲了这句话 对 在六几年的时候讲的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说 他赋予了政治含义 黑猫和白猫 他有政治含义在里面 对 那就更有问题了 他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是走的什么路 你只要达到了目的 就应该是对的 那既然是这样 还为什么非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什么非要走所谓的自己的道路 走别人的道路 能够达到目的 能够使人民的生活和平安定 繁荣富强 不也很好吗 这两句话不是有问题吗 有矛盾吗 互相间 所以我们一开始 不是一开始 我一直给学生讲课我就讲 我说十二大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二大是1982年开的 那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走入社会了 当时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耀邦同志 简称胡主席 后来改成胡耀邦总书记 那么胡主席 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 有一段话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的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我对于这个说法 我非常的 这个印象非常深的 因为那时候你想 我们刚上完大学变成了 这个老师工作了 所以说 当然是文明是第一位了 后来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 就五年以后就变成了一个 高度没了 就是文明民主 后来又天上富强 就叫做民主 文明富强 后来把富强搁投了去了 叫富强的 民主的 前重要还是 后来又添了一个和谐的 他把这文明往后 高度没了 由第一位变成第二位 由第二位变成第三位 所以小平就犯了一个大错误 他说我们要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 你不文明你富他干嘛呀 所以现在有好多人 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富强 首先应该是 他得在文明的基础之上 他富强 他要没有文明 他富了 他就两极风化 他强了 强了就欺负你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嘛 从党的十二大的那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现在就是犯上错误 他不文明 比如他不让你说话 你想呀 他不让你表达 而他说话不算话 充满谎言 文明吗 有组织诈骗 那叫文明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说建立一个特区 所以人家当时在党内的这些民主派 就说了嘛 你得建立一个文明的特区 你让比如深圳先文明起来 而这党的领导 他现在是个人迷信 他第一是恢复领导干部终身制 但是他能不能恢复 还得看 但是他现在搞个人崇拜了 因为人是什么东西 人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族动物 所以叫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毛泽东他就造神 所以毛泽东一死 有一本书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到了现在他又开始造神了 你想想 连个汉字还没认权呢 不识数 他居然就是终身制 个人迷信 你想想 你就是一个 你就比一般人强 你聪明 你也不能造神 再说你比一般人的智力都差一块的 这个也许正是他们所说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他们现在也不管黑猫白猫了 黑猫白猫都不要了 只要这一只猫 社会主义 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只有这一只猫 才能去抓那个老鼠 任何其他的猫抓住老鼠 现在都不算了 所以所谓的黑猫白猫 这个黑猫白猫论呢 现在实际上是已经被否掉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只剩下一条 走自己的路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是唯一剩下的 所谓的特色 那就要专制下去 黑猫白猫论呢 其实摆在这个地方 已经不能再算数了 它否定了人类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第一叫国际社会 叫国际惯例 叫二战以后国际的秩序 就是不能以武力和武力威胁 改变二战以后的实际控制线 要如果实际控制线有毛病了 咱们可以谈判 但绝对得反暴力啊 现在他就要擅自更改 二战以后已经的这个国际新秩序 就是说这个实际控制线 比如说岛 岛和岛礁 因为我们在年 小学就学过 中国最南边的界限 正不暗杀 后来长大了 人家老师给讲 什么叫暗杀呀 就是它是一块礁石 而且它是暗礁 也就是说仗潮的时候 还没露出海面呢 这叫曾母暗杀 暗礁 暗礁它现在给你造岛 它把这礁石给你变成人工岛 因为你这个礁石是礁石 岛是岛 岛还有面积 面积到了一定程度 而且有了淡水 有了永久居民的条件 你才变成岛 岛有海里 12海里 礁它就没有这12海里 它现在说我给你造一刀 所以它就在破坏二战以后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现在认为它具备这样的实力 可以挑战这个所谓的旧的国际秩序 旧的国际规则 现在要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那么下一句话 第三十九句还是邓小平讲的 他讲了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这是一九八几年就讲了 那么这个当然的指的是当时要香港回归的这个问题 也指未来的所谓的台湾 他当然对未来台湾也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那我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落实这句话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这句话其实也是不合逻辑的话 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那就比得有两个政府 所以叫一国两府 他不说这个两府 他刚才说一国两制 这不是胡话吗 那一个政府怎么能两个制度 现在就是就看出来了吗 在香港 他就说一国 这个香港就所谓特区 叫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他现在是 他把这港人治港改成了一个爱国者治港 他就变这个定义 这就耍赖吗 现在呢 中国仍然在说 在坚持说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现在正在继续的推进 香港的所谓的一国两制 而且要坚持这个方针一国两制 但实际上的内容呢 已经通通变了 刚才周教授也说了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其实所谓的港人 指的是哪些港人 他有定义了 说爱国者 爱国是爱哪个国呢 当然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能爱到中国 中华民国上面去 那这个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要爱这个党 爱中国共产党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治港 好了 这个大大的限制了 这种耍赖的招数都是一样 刚才我讲了吗 百花齐放 你不是花 你是独草 港人治港 你是港人 但是呢 你是不爱国的港人 所谓的这个两制 现在基本上也是一致了 因为他把国安法放进去了 说两制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反国家 不能违反这个安全法 这个安全法指的所谓的国家 是指中国 中国 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 指的不是香港人的问题 香港人 你只要你反对中国政府 你说你 我不同意中国政府的什么做法 那你就是违反安全法 所以这个所谓的两制 已经是形同虚设 名存实亡了 原来就是 既没有所谓的 这个一国两制 也没有所谓的港人治港 通通都不见了 一解放式就有 叫五个自治区 比如说西藏 新疆 它都是自治区 自治区有规定 自治区的一把手 得是这个自治区的人 不是汉人 比如说新疆自治区 一把手得是维族人 西藏自治区的 一把手得是藏人 当然慢慢它就变了 那个自治区 那个名义上的头 是你 是你一个 比如西藏人 但是西藏的一把手 是党委书记 那他不汉人 他就 对对 他就给你来这个嘛 所以他一方面 他说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漏洞 第二个 他悄悄的给你 给你变 简单说就是给你耍赖 对对 你是一把手 西藏自治区的 比如一把手 那你是一把手吗 那一把手不是你 不是你那自治区主席 是那个所谓的 那党委书记 这个最近呢 奥斯卡颁奖仪式呢 在香港呢 实际上也被封杀了 现场转播 奥斯卡颁奖仪式 今年就给封杀了 所以呢 呃 我的个人的看法 香港在某种程度上的封网 就是建立防火墙 呃 或者是对某一些重要的网站 进行这个点对点的这个封锁 恐怕是时间问题 一定会要做了 呃 呃 那种开放式的 像这个自由民主国家里边 开放式的这个网络 应该会慢慢的越来越小 呃 接触的东西 外界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这个呢 是实 只是时间问题 我就是这样看的 对 说太对了 他第一步就是不让你看 不让你听 也不让你说 呃 表达的自由 或者叫言论自由 是最基本的自由啊 他现在既不让你看 也不让你听 也不让你说 你还要信什么别的吗 所以为什么我老说反动派呢 什么叫反动派啊 你不让你看 不让你听 也不让你说 这就是反动派 标准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也算一个大佬了 不是最高领导人 也算一个大佬 叫陈云 陈云说的 陈云呢 是主管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 呃 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那么他说了这句话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当然就是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时候 大家比较熟悉那句话 他说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 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陈云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实际上是主张计划经济的 当时要走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路 要开放 改革开放 就是把这个计划经济打掉 要开始市场经济 陈云基本上不持支持的态度 所以他说你如果这个经济 搞活经济就是个鸟的话 它应该是在国家计划之内来搞活 那当时我们叫所谓的就是 让这个鸟在笼子里飞 在整个国家的计划里边来飞 来自由的调整 不能走出去 不能走向所谓的市场 那有意思的是 第一我们从概念上讲 就是说鸟在笼子里飞 鸟本来是在大自然里边飞 应该最能体现 最能发挥它的这个功能 它的这个作用 笼子里飞肯定它飞不了多远 其次呢 就是说现在实际上 说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在也即使是说 现在也没有强调说 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在了 也没有明确这样说 现在公开的把陈云这句话拿出来 是什么意思 要恢复国家的计划经济吗 不是这句话的心态 就是又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 用这咱们上次说的话 这就是说你是儿子 你就是儿子 但是他不是 他是我要装孙子 他这种这种后头 他硬含的就这意思 比如说鸟龙经济 那龙有多大 比如说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本身就是错误的 其实所谓的说人家 比如说说人家 美国是个市场经济 其实这也是错的 这些发达国家 它都是自由经济 它叫法治经济 它叫信用经济 就是你说要得算话 你得讲信用 而你是依法的 你得有规矩 现在有法吗 所以他就把这个法治经济 和这个信用经济 他给说成这是所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根本就是并据 什么叫市场 市场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 比如原来我们中国有个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基本来讲就是一个村子 一个居民点 它周围村的边上有一块地儿 这就是所谓一个一般都是长院 他就在这儿搞这个市场经济 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说法 那个产品交换的场所 市场 它怎么成经济了呢 这严格说是自由的经济 法治的经济 现在这么说 计划今天也是胡扯啊 计划有好有坏 美国没有计划 美国人家曼哈顿有计划 美国有阿波罗登月也有计划 怎么能没有计划呢 计划你是定的好还是不好 你得提高你的计划的水平 中国是计划经济吗 中国叫镶嵌经济 中国叫统治经济 叫命令经济 叫调子经济 或者叫专制的经济 它哪来的计划经济啊 我在农村 我种了十年地 我就问你农村有计划吗 农村叫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和原始及时贸易的商品经济 你要说城市 你说有计划 哪有啊 所以这些基本概念都是根本就是错误的 所以还是这句话不讲理 是吧 就是基本知识有漏洞 用的词 他的心态我这 他的心态就是说 我得好话说净 我得说点好话 关不长话的话 就简单说就是装孙子经济 本来你是儿子 你是儿子吗 你装什么孙子呀 你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现在把陈云的这句话讲出来呢 他应该还是有含义 因为刚才我所说的 陈云其实对于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改革 和经济改革他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他是坚持过去所谓的计划经济 就是过去老的那个路子 而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是要走一条新的路子 实际上就是对西方开放 学习西方的某种特点 陈云对这个东西并不感兴趣 并不支持 他只是被迫的 因为邓小平支持 现在把这句话讲出来 鸟龙经济重新提出来 放到这个一百句名言里边 我觉得他还是有含义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中共的领导层里边 对所谓的陈云主张的 原来老式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执行的那种经济政策 现在他们对那个还是比较看好 还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或者说把它加大 因为说计划经济完全不在了 其实是没有 还是有 它只是份额减少 那么现在呢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 应该是他想把这个国家这个计划呢 可能要增加 当时陈云是这么说的 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因为原来说计划经济呢 主要是那价格 是国家订的 比如说一吨煤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那你说商品经济 商品就是可以用于交换的产品 那一交换 它就出来价格了 价格是碰撞出来的 它是买卖双方谈的 所以所谓讨价还价嘛 它这个意思 它呢 中国说我们要搞商品经济了 我们不搞产品经济了 所以陈云马上给套一个 套一个框 就是说它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句话就是精神分裂啊 我一旦说计划有什么坏的地方啊 你像美国那个价格都是自由的吗 美国呢 价格你要是涨价 美国的工会 劳联产联 它得同意 就是美国的劳资双方 也并不说你是资方 你想涨价就涨价 所以人家是个法制经济吗 所以你要注意中国这些话的本质 就是这句话 就是用操话 就是装孙子经济 就又想当表子 又想立牌坊 是吧 他说那话叫自相矛盾 用官话 那就是精神分裂的经济 这个计划呢 和这个市场和这个商品本身呢 它是有矛盾的 所谓的这个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呢 它是以供需关系 作为进行调节的基础 价钱也是由具体的商品的需和供应 这个比例 这个程度来进行调节的 这不是计划能计划出来的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这是第48句 又是邓小平说的了 邓小平说 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 这个目的 我觉得挺好 共同富裕 那么 这个 在这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呢 中国没有共同富裕 但是共同贫穷了 基本上 也其实那个时候也 所谓的共同贫穷 也是相对概念 真正的高级干部 还是有特权 他也没有那么贫穷 那么到现在了 前些日子我们还在说 中国有六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不足 一千元人民币 相当的贫穷 而另外一部分人 非常的富有 这个贫富差距之大 令人瞠目结舌呀 所以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 走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 这实现了吗 或者说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吗 周教授 对 共同富裕 小朋友三句话 正确理解是 允许一部人先富 但是 先富不等于同步富裕 而且呢 先富得帮着后富 最后 社会主义 中国要走一个 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还不能等于 同步富裕 但是先富怎么先富啊 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 这八个字是江泽民说的 我认为他们说的对 但是呢 他说一套做一套啊 你不是说 现在说 你先富 你得先富得帮后富 最后得共同富裕 都改革开放 有好几十年了 你富裕了吗 你 贫富差距 积极扩大 包括特权 毛泽东 他常愣 他就是特权呢 有人说 爬雪山过扫地 人家那个红军战士 都得走 毛泽东 他骑马 毛泽东是骑马吗 后来我问他们了 他骑马 他抬着 人家战士 抬着单将 抬着单将 把他抬过来 所以说人家 红军的时候 人家有这个老干部 人家有已经结婚了 所以当时呢 人家这个老红军里 有女性的干部 人家有一个 有所谓的妇联 他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规定 就是说呢 长征 咱们不要怀孕 因为怀孕呢 你生了孩子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长征的那些老干部 那些夫人 都有一个 内部的一个约定 就是说咱们呢 就是 因为那时候避孕呢 它是也不太容易 所以就不要跟战户同房 就这意思 为什么避免怀孕 因为你长征 你怀孕 你这孩子生出来 就是怎么办呢 毛泽东 你问长征 他怀多少孕 你问他老爸 没有意思 意思没耽误过 对对 长征 为什么他担 担架抬他过来的 你想他自己的那性生活 他意思没耽误 这叫虚伪吗 你可以看看 他老子在长征 怀过几次运 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说到 这个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 这个几十年 我们看到的 没有共同富裕 是贫富差距 是越拉越大 现在中国人 富的人 富可敌国呀 真的是很有钱 很有钱 但是这部分人 是极少数 大概1%都不到 而更多的人 是贫穷 甚至是所谓的 叫极度贫穷 这个差距 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弥补上 是不是说 先要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 先把贫富差距拉大了 然后呢 再慢慢的 所谓的均贫富 使得 普通的人 也都富起来 什么时候 几十年 还是几百年 反正是共产主义的目标 也很远 什么时实现 没有时间表 所以这个呢 也无可厚非 你说共产主义 就什么时候 一定实现 当年50年代的时候 大跃进 说马上就要实现了 那是假的 造成悲剧了 今天不再说了 但是仍然要实现 共产主义 均贫 大家都一样 都富有 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 遥遥无期了 不是遥遥无期 永远也不可能 而这贫富差别 两极风化 越来越大 你说现在 人家李克强 不就说过吗 说有六亿人 一个月的收入 不到一千元人民币 还有九亿人 一个月的收入 不到两千元人民币 这是现实 这是人家李克强 说句实话 马上也给他封杀了 现在就是赤裸子 有组织诈骗 你还不明这个呢 什么共同制服 什么奔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是桥梁 共产主义是天堂 过着桥梁 咱就上天堂了 这不是六亿年说的吗 六亿年 五八年开始 就这么说呀 什么结果 饿死豪一千万 所以现在他不敢提这事了 对 他不光是说 什么上天堂 饿死你 对不对 整村整村的饿死你 对不对 六零年前后 就饿死上千万 现在凭最后一句 这一句呢 是江泽民的 江泽民现在不是总书记了 但是他人还在 第五十三句 江泽民说 绝不能走浪费资源 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这话也很对 你不能说是我为了发展 我先把这个环境污染了 我发展为先 发展了以后 然后再回来 再搞这个环境处理 再搞清洁的空气 所以呢 现在这个北京的雾霾呢 估计应该是还在发展之中 所以呢 先发展 但是呢 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 早就说过了 你不能先污染后发展 后治理呀 对不对 应该是在防止污染的同时在发展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中国现在 这个排碳量 就是这个国际上 这个排碳量 中国的排碳量 高居榜首 第一 中国的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很自豪 但中国的排碳量 高居第一 第一到什么程度呢 四分之一的排碳量 全球四分之一的排碳量 是中国发出去的 而且 现在还不是最高峰 中国说了 到2030年才到最高峰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得更多的排 我有理 我有道理 但是呢 最近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说了 说在这个峰值达到以后 2030年以后 再过30年到2060年 中国的排碳呢 基本上叫碳中和 什么意思呢 就基本不排了 基本没有了 非常缩小了 30年就能够把这个最高峰的这个东西给拉回来 当然没有任何的具体计划了 只是这么一说 哎 世界上这个很多的环保团体啊 欣喜若狂说 哎呦 这是积极 这是正面的 这是应该是值得鼓励的 他们没有记得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什么时候能说话算话呢 他现在还不是这个问题 他还不是说话不算话的问题 他是公开的耍赖 一开始说 这个温室气体或者排碳量 中国就说我们人多呀 你们美国 你们才三个亿 我们都十三个亿了 所以按人均 我们还可能还少 但现在人均也上去了 像你说的四分之一了 你中国的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坑里的排碳 你占四分之一了 人均你也上去了 所以他怎么耍赖呢 说那时候你们排了 那时候我没排 所以我们得得排 所以现在人家减排 我们是增加排 你是吧 你们减 我们增加 而且增加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得增加到2030年 然后我们到2060年 我们才能够达到中和 现在的意思就是 我是流氓 我怕谁 我有航母舰 我有核武器 我就排 你们你们减排 我增排 他达到这种态度了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态度啊 我是流氓 我怕谁 对不对 因为你们以前 你们排了 我们没排 我们现在就得排 现在你已经超过了人均了 不行 还得排 就穷横了 现在就是啊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 他把江泽民的这句话 放在这个地方 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他另外一方面呢 还说我得先排着再说 排到2030年 然后再说2060年的事 这不是跟江泽民所说的 这个话是反着的吗 这是为什么呀 不是这个就是两部曲 一部曲呢 就是说我把他的那个话 好话我说出来 我现在也是反着 对对 第二部呢 就是说 他说那好话 我们当然我们不遵守啊 说话不算话嘛 所谓的没有信誉嘛 不一再说嘛 50年不变 我26年 24年我就变 我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我现在打武力打台湾 这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穷横啊 是吧 他两部曲 就是第一部 我就骗你 我根本没打算按照我的承诺 所以国家主权信用 就言而有信 我没信 但是没信呢 我还得我还得说 就说我是儿子 我是孙子 我得装孙子 这个道理 我还接着装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也凭了这些一百句名言 或者一百句话里边的一些话 主要是毛泽东 邓小平的这个话 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周孝正教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